廉大脖子粗,我就是和夫 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我们用这个鸡腿肉来做一个公报鸡丁 现在我们将鸡腿把这个骨头来剔出来 中间破开 把这个骨头剔下来 现在我们将这个去皮去骨的鸡腿肉 用刀背来烤松一下 撕起更加的入味 好,现在我们将这个拍松的鸡腿肉切成条 好,再切成丁 现在我们来切下配料 大葱切成圈圈 大蒜切片 老姜切片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做这个公报鸡丁所用的调料 有甘纳椒 花椒 花生米 糖 醋 淀粉 胡椒面 酱油 味精 盐巴 鸡精 还有料酒 现在我们将这个鸡肉进行和马胃 盐 胡椒粉 来点酱油 酱油可以多了一点 来点这个姜葱水 炸匀 好,打入一个鸡蛋清 加入鸡蛋清是味道口感更加的爽滑 好,最后再加点淀粉 抓匀 腌制四五分钟 现在我们来打个芹汁 放点盐 胡椒粉 别烫 别烫 别烫两勺 做两勺半 再来一勺半酱油 再来点淀粉 加点清水和匀 好备用 现在我们来撕一下这个花生米 热锅冷油 把油倒下去 油温适成的就倒下花生米 用小盒慢慢的炸 这一步不能开大盒哈 火一大这个花生米就浮了 慢慢的炸 好,炸至金黄酥脆老抽 你还听着啪啪啪的响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炸一个芙奶油 花椒 干海椒 好,起成油温下煮油锅当中 把这个味道来炸出来 好,可以出锅 好,现在开始炒制 葱姜蒜 干辣椒 好,大火爆香下煮鸡肉 大火蒙炒哈 好,倒入刚刚我们调好的芡汁 下入大葱去 倒入花生米 好,搁点酱油 好,出锅 好,一盘芙辣栗子味的公保鸡丁 直接完成 公保鸡丁是一道文明中外的特色传统名材 河北清朝山东巡抚 四川中都 丁包针改良发扬 形成了一道新食材 公保鸡丁 并流传至今 开饭 小朋友,今天我们又吃鸡丁哦 那种带甜 甜中有带酸 嗯,八色 嗯,八色 很简单 一会儿 很像 一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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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